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提供广告比较长一点 我都某程度上是因为 要负责的 因为 第一天是广告 希望广告收入多些 但是是自己的繁忙而已 我们的绁忙 我们找资料的时间 充裕多些 充裕多些 那就不用这么紧张 那她是不是真的不紧张 看你的表情就知道,看你的表情就知道 第四節講什麼呢?講一些輕鬆一點的事情 這些題目通常是阿四講的,不是我講的,或者是我們講的 因為我們不懂,不是很熟,但是呢 這些事情就不跟波士,不跟波士,也不跟波士,所以譚仔不懂 所以譚仔很不上心,譚仔很不上心 講什麼呢?講逆建聯,逆建聯是人名 這位曾經去過胡人打球的中國球員 最近就回到廣東隊CBA,即是中國的南球聯賽 去打了一場球,不是講他打球的問題 究竟他打得好不好,或者有NBA轉回來CBA,是不是差 怎麼這麼光榮迴歸,或者有些人說 不是講那些 是不是他不行啊,都不行各樣,不講這些 因為說真的,真的不清楚他的底運 但是有兩件事件連繫著,就很有趣的 一就是他先在那裡打打球,脫了一雙鞋 然後就發脾氣,頂了一雙鞋 之後再換一雙鞋 之後再有事件,我們先看一看脫鞋的一幕 剛才看到脫鞋畫面,大家覺得很驚奇 我不看開球都覺得很驚奇,脫鞋的東西 入跟衣室就行了,要不變 為什麼打打下球會脫鞋呢 打打下球要脫鞋呢,這種舉動是一種什麼地方的禮儀呢 放一雙鞋出來 這樣原來又有他的原因,其實也不是說夠脫鞋的 不是說夠脫鞋,尤其是原因的 原來,首先,脫鞋這場賽事就是易健聯 打給他 打給他 打打打打打,四爺講到怎麼敢不打 打打打打,那我先趕著 我先趕著一點點 是啊,四爺打上來也可以 打上來也可以,對 我們現在需要Facetime他 總之,我們不要亂,不要亂整腳 阿四喜歡打上來也可以 淡仔自己聯絡他也可以 總之你搞定,OK 你接到阿四進來就可以了 我隨時等你,OK 你隨時閃進來 我們繼續說回那件事 剛才看到的片段 就是這個11月2號晚的比賽 易健聯就打得下球,就脫了一雙鞋 那原因呢,先說一下球的結果 其實這個廣東華南虎 就以這個88比89 就輸給這個深圳馬可撥羅的 馬可 是啊,不知道為什麼 把兩個地方名字放在一起 好啦,廣東隊就是易健聯那個隊 有一個說法就是 因為他的表現不好 或者他這個隨鞋舉動 有些人就說,你們輸了一場球 實在是怎樣呢 實在為什麼我會說他不是勾隨呢 因為其實在這個CBA 一個今季的中國 藍協就嚴格決定了 嚴格 淡仔推咪果然 Lawrence推咪 就沒有淡仔好 和沒有這個雙傑好 接過電話接近威力 Lawrence習慣了拉琴 Anyway 好啦,CBA今季就嚴格決定了 所有運動員都要穿著李寧 所謂李寧牌的運動鞋 指定贊助商 指定贊助商 這是合約來的 所有運動員在比賽時 必須穿著李寧牌的籃球鞋 否則就會被罰款和停賽 所以就變成硬性規定了 你穿什麼鞋 而這個逆建聯 他本身身為Like的代言人 他也申請了 可以不穿鞋 可以不穿這個李寧牌 可以不穿這個李寧牌 大家不和批准 因為是嚴格執行 陳誓有沒有進來 Hello 早晨 早晨啊陳誓 我打算今晚尤正治說 你這樣不認識 尤正治 你在工作組表明 你下了訂這個題目 我們下次不准說 我把這節錄到今晚播放 好啊 之前我們說的咳嗽 你快點說 我還是不放身高 你們怎麼看 首先有一段這樣的新聞 首先整個狀況 我自己都很離奇 為什麼簽贊助合約呢 可以簽到這個地步 要求所有 要求所有運動員都穿著李寧牌 其實這個是扭曲的 本身如果你在運動比賽 即是一個娛樂 商業活動 當贊助延伸到一個 其實是某程度的共識 如果你延伸到一個 會保護到我的健康的工具 都是被你贊助了 那如果那個不是我個人 或者我經理人和商品雕 是聯賽去雕了回來 那那個是有機會影響我健康 其實在世界各地來說 按照計是不可行的 即是不合理的 以你所知是未見過的 除了中國 譬如打其他聯賽 會不會有這個狀況發生 整個聯賽規定 只可以穿某個牌子的鞋 那應該沒有 如果以我認知就沒有 其實我自己有跟過 本來我幾個月前 在國外大臺就會說 其實整個CPA 簽了給李寧 都是近年的事 但是其實易建聯 在未去胡仁之前 打CPA的時候 其實他是被潑免的 其實CPA裏面有幾個球員 是被潑免的 不用穿李寧 那他是其中一個 所以其實奇怪的地方 就是 為什麼胡仁拿了他 之後回來 CPA就清算他了 即是他沒有了牙力 他就逼著他 但他現在這樣 超奇怪的 他現在說 那裡是硬我的腳 搞到我的腳痛 打不到 又跟健炎又成這樣 然後出來 換回Like 他真的有入波 我們看看一張圖 我們看看一張圖 出來換個Like 很過人的狀況 要貼上那個Like 那個Logo 之前也發生過 大約 不是在球場 是一些電腦 電競的場 本來是一個牌子 供應 但是發覺那些螢幕壞了之後 被迫著用一隻韓國牌子的螢幕 又是要這樣黏住 同一情況 這個商業世界是常見的 即是黏了他 貼走某一些牌子 其實 就算你TV 你出席 即是你電視出席 他都漏了你很多牌子 即是現在越來越過份 漏了 那都是多的 但如果你說這件事 其實NBA是發生過類似的情況 就是NBA有一個美國球員 Stay Thompson之前在國內大臺說過 就是他被中國的一個牌子簽了 叫Enter 簽了 誰知他又發覺對鞋不賣對路 接著他又是換牌子 換一隻NBA出來 就用一些電線交報 貼了一個TIC 就走出來打 都被人吵過 但是 喂 你譬如現在中國這樣 去鬧哄哄 吵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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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亦結聯 他只不過上升到不愛國的地步 是啊 為什麼純粹對鞋子 我都不打算說 當然要留給阿四 關對鞋子方面的東西 是不是 他是不是抄扣不斷 那我就說 但是他接下來的延續就是 亦結聯 跪下了 OK 亦結聯 你本身中國人容易跪下 也不奇怪 你在那裡賺錢 沒有什麼很奇怪的事情 他在微博那裡有道歉聲明 說說他的道歉聲明 他由於當時腳的不適 和疼痛的感覺 一度令他的情緒起伏 在牆上做出一些不適當的行為 造成不良和負面的影響 在那裡深感抱歉 我們都應該有責任去維護好 我們自己的聯賽 如有責罰 他願意接受 也會交給俱樂部繼續 跟南協繼續溝通 希望球迷和傳媒繼續關注比賽 和關注他們的聯賽 那這就是亦結聯的道歉 你看剛才Cristine 為什麼讀得這麼順流呢 因為傳媒亦結聯都用正體字去寫 不是用殘體字去寫 以現在看一些報道 我不知道阿四是否肯定 你可不可以告訴我 就是說 亦結聯其實是一個習慣 他本身是用正體字的 他不是用殘體字的 但是 因為他今次出了一個道歉聲明 但是其中有些所謂五毛也好 這些大陸網民 中國網民也好 就去選他這件事 喂 你道歉都用這個 凡體字 我們叫做正體字 就是覺得他沒有誠意 好像這樣 可以罵網民的 又不出樣子 又蒙面 是啊 也算人家罵他 他們的留言 很狠的 就說他 沒有CBA 你屁都不是 寫過凡體字 九都不如 就是 道歉都不行 就是 為什麼 他之前 是 CBA 是豁免他可以穿內衣 但是 他打完NBA回來 即是打了幾場 拿了東西回來 CBA就不放過他 某程度就是 原來你除了在CBA打球之外 你是沒有地方去 嗯 即是欺負你 欺負你 欺負你 走不掉 落爛 所以不用給面子 因為其實全世界聯賽裡面 其實沒有幾多個是去到CBA水平 CBA水平平差的 其實在整個地球來講 即是歐洲聯賽厲害 但是 易建輪是去不到的 嗯 那 他 他某程度就是去了一個 去了一個 因為有某程度的紅溝 亞洲水平和這個 世界的水平 是 但是易建輪在亞洲水平已經是最高的 但是 但是他脫離不了 即是已經 即是他打過胡仁這幾場 就知道他 他脫離不了 他就把CBA欺負他了 嗯 那就迫你穿回 因為那裡 應該跟那個贊助合約欺負很多錢 即是 即是跟李靈牌談 就是易建輪在CBA穿和不穿 我想那個贊助錢欺負很多 而問題是什麼呢 問題就是 那個贊助錢是不下球員的 嗯 完全是自己聯會代替的 就是聯賽代替的 我猜他不會分 我猜他也不會有什麼 有直接的利益 你可以說間接利益 即是你說 錢多了 宣傳多了 你人工就多了 那這個滴流效應 嗯 但是這個 用另一個在聯賽的總會裡面 去談了一個贊助回來 去 即是 這個是說法來的 即是有可能令到球員受傷 這樣 那這個是一個道德高地的說法 但是其實 其實我覺得 未必很講得通的 即是你說 穿了一雙特牌子的鞋 你就會弄傷 這樣 某程度未必是很通的 為什麼呢 其實因為開始 這個是我想說現身的話題 就是 其實 中國現在有三四個運動牌子 是入侵美國的運動界 入侵得很厲害 當然美國當地人就會研究 除了Adidas 除了Nike 除了Under Armour 三大牌子之外 究竟 剩下的是李寧牌 Antar 以及Peak 這三個大陸牌子 在美國的發展是怎樣 其實美國人有研究 但是他最終研究出來 就是這幾個大陸的牌子 給NBA球員 因為說的是天價 去簽一班的球員 例如 偉達 一億美金 你穿我都是穿十年 即是 令他放棄Nike 放棄Jordan的牌子 給他一億美金 但是結果是什麼呢 就是NBA球員 穿了大陸牌子之後 有沒有受傷 其實都沒有問題 那他們會不會是漂亮一點 給他們穿那些 會不會是漂亮一點 會不會是漂亮一點 給他們穿那些 即是好像現在 本身逆見聯 我看報道說 逆見聯他們本身 Like的鞋子 是給他們 完全自製的 不知道 其實不知道 其實不知道 是不是自製的 或者裡面的鞋墊 有調整過 但是如果你說鞋墊有調整 現在你上去的跑鞋 即是跑步專門店 他都會替你訂造鞋墊 是沒有問題的 是 但是鞋不是替他訂造 不是有個情況 但是逆見聯 他是Like代言人 是啊 那他不是 其實本身有衝助 整件事 因為你沒有理由 你簽Like 一般來說 一般來說 就是在一個合約那裡談 譬如 碧涵是Eddie的 他轉了會 他的球會是穿Like的波衣 那這些大家共識了 簽了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對鞋 譬如你沒有理由說 那這些當然是個別談 你去到一個萬方的獨裁角度 那當然要 譬如逆見聯的經理 人家要跟Like 談不妨碰 通常Like是放的 就是在一個商業角度來說 因為逆見聯 是有很大的商業價值 嗯 你要明白 亞裔球員 就是商業價值的 林書豪就是其中一個例子 是呀 是呀 以前的姚明 現在廣東隊說 他都去罰五萬元人民幣 再加罰停賽一場 其實是否 逆見聯 有需要什麼票 在這裏 意思是 要扭一條數 是停賽 錢應該會投給的 因為逆見聯是大粒的 在大陸裏 是阿子阿蘇是大粒的 雖然他到美國 就交了一條 那他都是 說真的幾萬元人民幣 誰給都沒有什麼所謂 不過停賽場都停了 這些都是跟著美國那邊的 一個辣得很緊的紀律的風 當然辣到他的鞋子 我們當然是覺得瘋狂 因為剛才我說 道德高地上影響到健康 實際上影響到錢 一般來說 如果個別的球員 拿到自己的贊助 其實對他相差很遠的收入 如果一般以前來說 一個美國 或者歐洲的一些職業球員 不論足球籃球也好 他贊助得到的收入 大約是他總收入的一半 那就是老捷 我想問一下 香港也是 五百元一場的 對不起你講話 我想問一下 逆見聯現在這個舉動 其實會不會是一個商業動作來的呢 特意落你零點 不理會 不理會 可能他跟他丟好 發一副脾氣 或者他自己發的 可能Nike 會跟他割了某些賺助錢 那他就高調地做一次 因為他明明之前是有特權的 是可以將Nike的 現在回來就不讓他這樣 但阿四你剛才提到 說大陸牌子 或者中國牌子 可以入侵美國 我很誠意 很肉酸 我們看一看 易劍年 除那雙李靈鞋 那雙有名堂 閃擊三代 閃擊三代 大哥 我們現在播了圖出來 那樣的 仿似LV的格子 pattern 然後加個白 很難受 其實這幾個牌子 如果在整個地球 或者就算在大陸裡面的定位 都是在說三四線的牌子 就是說 就算大陸 其實他們為什麼會銷出去世界各地呢 就是 譬如 最大連續八年 都是大陸第一的運動牌 不是李靈牌 其實是一間叫PEAT的公司 PEAK 叫匹克 其實他們是入侵世界的籃球界 很厲害 譬如他們都贊助了 其他歐洲的聯賽 或者 好像早前 早一排的法國隊 或者 西班牙隊是用李靈牌的 即是他們是入侵了一些國家隊 或者一些個別的歐洲的大球會 或者 譬如 美國的 有兩隊 有一隊是投資順火箭 其實就是PEAT 是有整個贊助的 即是你側面是看到他的廣告牌 在 其實他們的入侵位很強 他們簽了很多球星 即不是很多 他們都簽了不少的球星 如果出名就是 今年退了有Kevin Gannett 現在打的是Kevin Love Tony Parker 即是這些全部都是頂級 都是穿著大學牌 Clay Thompson 都是穿著大學牌 但是這牌子其實沒有進入美國的市場 也沒有進入香港市場 如果你回到大陸一些大城市 深圳、上海、廣東的話 都很少見到這牌子 其實這牌子用這麼多錢 入侵了世界各地之後 其實是反攻大陸一些三四線的城市 他們買的很便宜 即是你現在見到鞋子 他們買兩三百元人民幣 即是出口轉內銷那種策略 即是他告訴人 我去到世界各地了 接著我回來 即是我也簽了球星 那些球星又會來大陸做一些宣傳 就是那些黑了臉的球星回來 但是他們都不是主力賣回 中國裏面的大城市的居民 因為他們都知道那些是樓的牌子 有錢就買Like 其實他們 雖然李靈牌不便宜 李靈牌其實 他賣回八百九百元一雙鞋子 那我買Like 即是以滿足虛榮心來說 是的 但是其他牌子 譬如Enter 譬如Kick 他賣得很便宜 他賣四五百元 其實說二三百元一雙 但是這個就會引起一些 一些專業的運動人 例如我最近都會懷疑 一個過千萬年薪美金的球員 怎會穿二三百元一雙鞋子 會不會太危險呢 那些人就開始懷疑 其實那些球星落場穿那雙 跟我買那雙是不同的 是的 幾年前就是一直被人質疑 其實有人質疑究竟球星在穿那雙 不是買一雙Nifee回來 改頭換臉給他穿 讓他舒服一點 安心 然後在街上買又是 一雙便便宜很多的呢 這個就對於某些牌子 譬如Enter 安達這個牌子 就是有這樣的懷疑 但是對李靈牌 就沒有什麼懷疑 因為那些人有做review的 就是那些人剪開一雙鞋子 去逐天去研究 其實到現在又這麼說 他們的技術又不是差的 例如李靈牌或者Pete 他們的技術不是差 不過是醜樣一些 和重新的 在物料研發上是差的 技術不差的 他們以前都是接這些出口單做的 只不過是將技術轉回去自用 沒錯 其實他們就偷了很多以前這些大公司的技術 不過問題是 料沒有用得那麼漂亮 壽命會短一點的雙鞋子 哦 這樣也是 這樣也是 可能有現惡憶的鞋子 例如他們的馮姻技術 即是鞋的馮姻 做整個鞋籠 其實是沒有問題的 因為他應該偷偷賣賣 偷不少的 但是物料研發 當然了 物料研發 有去到我喜歡的那一半 Nike是拋離全世界的 其實他領先地球的 即使是Eddy 你聽的大牌子 其實是不夠的 當然中國幾個牌子 都是發展得比較差 但是坦白說 你說會穿到 如果他研發正常的鞋盤 你說穿到會受傷 那不去到 即是很坦白地說 不要說中國就是爆炸 我看到回來的結果 就是他們做出來 又不是太頑皮的 大老大 然後 在鳥巢打橫行 他真的打橫行 是啊 真的有很多運動 你看到那些奧運 或者什麼什麼世界賽 冰冰球 也有 羽毛球 羽毛球 現在籃球 他早 以中國來說 他早發展自己的品牌 這個他也是拼命的 當整個中國還在做世界工廠 幫人OEM的時候 他是早跳出來自己做牌子的品牌 其實在鳥巢是值得他發的 值得他有這個成就 但是其實他現在被人過頭很久了 他也有些著急 如果不然怎麼會 他扔這麼多錢去贊助CPA 你平時去打街場的人 有沒有看到這些人去穿大陸牌 有啊 有啊 不是啊 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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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有些都是 我看他都是香港人來的 不過他都有賣 可能是貪美 怎麼會美啊 不 他差一半 這是審秘眼光的問題 看你什麼角度 美的就是 他做得很誇張的 那有些 有些 那便宜的 四百五百元 那我就會選擇 或者某些球星穿 他會考慮 但是我們不考慮是 我們一來民族主義 那 或者是 我們 我們對於舊有牌子的信心 譬如我們 我和阿朗這一代 我和康姆這一代 是會喜歡日本的 但是新一代 喜歡韓國的東西 其實有些類似的 紅秋而已 但是 韓國的東西都不會買 有啊 有啊 街場是有 剛剛也正想說 三個潮流都是一樣的 韓國東西都不行的 大陸的東西是不行的 韓國的東西都不懂 我只是淡淡水 或者是年輕人的 都不懂的 那阿四 那關於這個題目 你故意打上來搶著說 那你還有什麼話說 沒有啦 我女兒面試兩間死定了 我好像聽到4B把聲音 好啦好啦好啦 祝你女兒面試成功 祝你女兒面試成功 好 那就先說吧 麻煩你阿四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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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四講完關於球鞋 運動事業的問題 但是我們要回歸 我們開這個題目的重點 你說吧 就是這個 用正體字道歉的問題 引起大陸的人 繼續追殺他 是 這個 剛才讀了大陸網民的留言 就是覺得用 繁體字本身是一種罪 對他們來說 就是值得成為一個 攻擊的藉口 是 是 有一些 所謂的網民 這些 暗咎的評論 這個 其實 某程度看到 部分大陸人 他們都不是說跟隨 尤其是可能 廣東一帶 他們是會尊重 正體字 繁體字 這種文化 就是有這樣的習慣 但是他們現在 在上面可能 都會成為一個 受攻擊的對象 所以 這是很久的 廢月 廢月 那些做法 就是那些政策 那些 廣州 那些 頂爛上 我們都還會 記得起 他們發展過一些所謂 遊行的行動 各樣東西 都是 電視台的問題 是吧 你的頻道 不讓你用廣東話 這是一向大陸的做法 政策 已經維持了很久 那你也肯定 也都包括這個 正體字 所以你說他們 作為一個 他們甚至會 認為 你用殘體字 才是正統 是不是 作為一個文化統治 正體字其實是不尊重 所有用殘體字的 中國人民 是啊 但是這件事情 可能將來 將來是會延續到 其實對於他們來說 不是一個選擇 是你尊不尊重我的問題 我尊重你的什麼 你是錯的 就是在他們心目中 尊重一個霸權 他們沒有說出口 但是其實 他們這種 文化式的侵略 是一種霸權 他不是真正用刀用槍 去威脅你 我覺得這件事情 慢慢會延續下來香港 你不要覺得很荒謬 我覺得都是不願意 例如大陸自己的問題 在台灣也是 很多中國的企業 投資下去 買的廣告 全部都是用簡體字 擦體字 他就是要特意用 我買得到你的地方 然後我宣揚我那裡的文化 甚至乎之前有 節目主持的廣告 在加拿大 這個情況都是很保險的 是 連當地的一些老華僑 都開始覺得 接受不了 現在幾個問題 其實跟根源全部是一樣的 很多時候現在 譬如在香港出現的狀況 就是說 我們變成某些商鋪 用殘體字 去做一個 或者純粹用殘體字 做一些標明說明 或者優惠的說明 各樣 我們會認為 這是錯誤 你不可能只用殘體字 或者你不應該用殘體字 應該只用正體字 是這樣的說法 在他們的辯駁 或者說法 通常狀況是比較被動一些 態度是比較協怒一些 就會是一種說 喂 我用 他們叫做簡體字 他們叫做簡體字 我用簡體字不給嗎 那也不影響 就是這樣 現在你看到譬如在易建聯 這個道歉裡面 反過來就是 你不可以用這個 你不可以不用殘體字 因為道歉本身是很禮貌 很公整的 都不接受 因為你用正體字 他覺得你串身他 因為在大陸來講 其實你是 用正體字 是比較高級 文明一點 就是好像這樣 你沒有見過人 用書法寫殘體的 書法那些 就是那些優雅一點的 一定是用正體字的 就是他覺得 你專程用正體字 就是串身他們用殘體字的 那些人 所以你現在串到 我不會用正體字 我只會用殘體的 那怎麼辦 就好像我對著 我沒有說英文 就是我欺負你 你不會說英文 沒錯 即是他現在走 你跟Lawens說 How are you today I go to school by bus Lawens不懂跟你說 Fine thank you 你是不是串咎我 Lawens 雖然我是英文名 大陸那些網民 就覺得 人家現在就是串咎他 當然我覺得 串咎你是英份 那殘體字本來又不是字 它是符號 對不對 所以就是 所以他們看到 一有人用正體字的時候 就會 即是自卑心走出來 喪屍見到活人 那樣的狀態 所以就立刻發變去喪咬 還有這些氣炎 就是 你會不會有一天 就蔓延到香港 這個肯定會 變成不是說 我也可以用 為什麼不讓我用 不是這種態度 我就說 我用是對的 你用才是錯 現在學校也開始有這些情況 其實已經開始蔓延中了 已經蔓延中了 已經蔓延中了 所以這件事情 雖然是大陸人內偷 但是某程度 我們都應該要支持 亦見亂 因為其實現在香港的狀況 就是 一來好像 那些人很喜歡學普通話 就是推小朋友去學普通話 不學廣東話 所以就會推廣他們學殘體字 一來 就是你會見到 這個都不合理 是啊 他們不覺得殘體字有問題 首先 是啊 還有那些 他們覺得很有學日文 他們都是學殘體字的 所以 那些算了 都不是香港人 我不計算 都有 但是他們覺得 國際學校的高級 你知道嗎 所以 國際學校都用殘體字 那我們都應該用殘體字 所以殘體就變成了高級字 是啊 然後又會有那些歪理走出來 全球有13億人 再加上新加坡 馬來西亞都用殘體 只有香港和台灣用繁體字 那 我們應該打入主流市場 就好像叫人家學普通話 那些歪理 對 就是用這些理由來推廣殘體字 所以我覺得我們很重要 就是要逆向推廣 跟別人說 殘體字那些 就不是字 那些是符號 正體那些才是字 殘體字就好像人家 send text message 那些簡寫 英文的簡寫 what 就變成wt 然後you 就變成英文字 甚至是速記的符號 那種 我們推廣到 就是讓別人知道殘體字 就是這樣的程度的東西 那些就不是字 只不過是一種符號 這樣推廣給別人知道 這樣才可以捍衛正體字才是字 這樣就靠你了 靠你了 靠你了 還有親子團的水媽 好 今天就差不多了 說到這麼多 也都特別再多謝阿四 打上來講多些我們未必講到的資料 因為他們有 那個女兒 健學校都白夢中抽空 他又想講 他只有有不知 他怕我們講得衰 不是 我怕搶了我的題目 發表不到 這個很對 其實他要奠定 他要奠定自己這方面的權威 他也是 即是可以李靈牌贊助CBA 是啊 李靈牌 我不會評論其他選手 李靈牌會稍後找他 稍後找他 那麼 今天的大香港早晨差不多了 下午三點 國立大台再和大家見面 就這樣 拜拜